台股有幾個反攻訊號 我們要怎麼樣來找 剛剛聽到說 有機會觸體反彈 大家會說哇塞 那我要看到什麼訊號 因為現在股市一天漲一天跌 很怕 哪些訊號我們來看 第一個是 當然是我們政府很多的措施 證交所鼓勵實施庫藏股 這個有效嗎 你幫我按鈴一下 你會看到這個證交所鼓勵 實施庫藏股會有效嗎 2比1 兩位這個世代交替意見又不一樣 有人說說沒有用 因為歷來的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歷來都沒有用 48年看到都沒有用 簡潔有利都沒用 因為庫藏股的量一定相對小 最主要是說 你的市場的信心回來 它的真的買盤才會回來 OK 我覺得對個股有用 對大盤沒有用 OK 好 也要看什麼個股 如果裹什麼的就沒有什麼用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那證交所有很多就事策略 常常很多信心喊話 說台股營收好低本一筆 這樣信心喊話有用嗎 來 再按鈴一下 你們都不給點面子 都沒有用 給信心啊 股市的動的也是信心啊 我這樣就講 我們應該要體諒我們的主管單位 是啊 我們不是說 他出來的推出的方式都沒有用 而是說呢 他也知道效果應該不大 可是他非要 一定要做點事情啊 不然的話投資人一定會開始開罵了嘛 你們這個主管單位都在做什麼啊 為什麼都不管我們死活啊 對 那證交所也天天加班在想方法 對啊 他一定要想個辦法出來 可是呢 這個辦法有沒有用呢 他要想出個有用的辦法 那很難啊 很簡單嘛 要救股市很簡單嘛 現在呢 外資手上有16兆的 在台灣股市呢 持有16兆的股票 你去砸個17兆把它們通通買上去 印鈔票啊 原來這麼簡單嘛 對啊 很簡單嘛 是不是 可是問題是沒有辦法做得到啊 所以他只好推出這些方式 這叫做口水護盤 OK 好 覺得沒用 我來問一下 因為大家都說 這個絕招沒有出來 就大家講全面這個限空令 好 這個是之前我們這個金管會 如果推出這個大家講說是不是有用 我們看過去的歷史 其實包括在之前這個199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當時是9月發生 9月份推出 2月落底 那跌了20% 所以其實還是有時間抵延的 那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是9月祭出 那大概11月的時候見低點 差不多兩個月 那2015年的時候 陸股崩盤是不到一個月就有效果了 那麼再來是2020年 我們這一次的疫情的期間 那3月之後當然3個月上漲了2900點 所以是 好像是 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沒用 這一招有用嗎 再幫我按鈴一下 全面限空令 也沒用 很統一 大家答案很統一 問一下這個年輕人 沒用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多短線操盤的話 如果當限空令出來的時候 代表說我不能去空平盤以下股票 那我只能怎麼辦 我手上有hold這麼多部位 那我就只能去空期貨 那我空期貨的話 那個逆價差擴大 又會加大整個市場的一個波動 我覺得反而真的出現限空令的時候 反而真的是落底的時候 就是擊殺落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應該會市場很恐慌 OK 反而是這個逼出擊殺來 把錢去空期貨 逆價差變大的時候 市場整個up share 跟這個期貨的價格會亂掉 那時候恐慌應該情緒更重 OK 好 這會造成更加恐慌 覺得其實政府不但不應該限空 應該鼓勵大家做空 因為所有空單的部位 是不是都是未來的買盤的來源 你現在空得多認真 你以後就得回補得更積極 所以說就等於是當 剛剛就是我們講學弟嘛 學弟也講到了嘛 當整個恐慌出來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很多情緒上的錯殺 這個錯殺來講 變成好的股票也被你錯殺的情況之下 當在回補的時候來講的話 事實上政府他真的需要投入的買盤 可能還不用很大 當這些回補的買盤推升來講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股價來講 會更有效果 所以我覺得倒不需要去阻止這件事情吧 OK 是這樣嗎 好 那麼這個兩位學弟弟 OK 好 這樣講了 其實我都認同 當然都認同 因為市場上有一句話 空投是多投最好的朋友 多投是多投最大的敵人 所以你現在把好朋友的手給綁住了 反而助長了敵人的力量 那這個大盤當然不會好 那我再講一個 我舉個例子 其實在第一次的限空令 是在1998年那個時候 那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它這個限空令是平盤以下不准放空 OK 好 結果呢 造成一個什麼後果 所有的股票一開盤 每天一開盤 都在盤下一檔 在那邊盤 就是不來盤上 那然後呢 所有的人想要放空的 空不到 那想要賣股票的又捨不得 想說我為什麼要賣在低點 那等一下會不會反彈起來呢 結果呢到最後是怎麼樣 所有的大股東 所有的主力大戶 全部把股票賣光了 然後呢從11月開始崩盤 哇 崩到12月 大家想說 它這個 這個好像是跌到2月就落底了 沒有錯 它跌到呢當年封關 農曆年封關的那一天 見底 然後呢新春開封盤之後 開始直接飆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散戶呢 那個時候發現 該死都死了 對 都不對了 股票全部出光光了 所以呢都洗乾淨 所以呢那一次呢 其實呢對於這個 整個的散戶來講的話 這傷害非常的大 所以我一直反對呢 這個現功力 好這個非常明確 老中心三代都反對 那我另外再來問 年底大家本來期待這個主力啊 或是這些投信作帳行情 今年還有這個行情可以期待嗎 做帳行情 對 可能要看啊 要看 要看情況 到時候呢 如果這大盤是反彈的話 那麼或許有一些公司呢 它會有一些集團 它可能會做一個做帳行情 投信也有可能會去做 為什麼 因為今年輸了半 輸了一年了 這些投信很慘耶 今年最慘的是投信 所以我覺得 年底的做帳是有機會了 可是如果到時候大盤 出乎我們的意料 是繼續往下崩跌的話 那就不用講了 那我們可以提供一個 這個指標給大家做參考 華新集團的股票 華新集團 對 因為呢 集團股要不要做帳 大家都看華新的指揮 華新開始漲的話 開始作帳的話 大家就全部都跟上來了 那整個大盤 大概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OK 好 這是華新集團 可以贊助一個作帳 堂行的指標過來觀察 好 明日來幫大家問一下 這個金融股大家非常關心 小摩砍了很多 包括國泰金 新光金開發 這個富邦金的目標價 好 問一下巴拉 你覺得純股足 現在是進場的好時間點嗎 來減這些金融股 我認為不是進場的時間點的原因 不是因為小摩看衰 而是因為剛剛就是 我們表列這幾檔個股 事實上他們本質值不值得存 這幾檔大家存得很開心 但是應該說我們在存股來講 第一個你可能 譬如像玉山金是不是股票鼓勵很厲害 那有些像趙峰金 他的現金股息很厲害 你今天存股 你一定是要嘛是衝著高現金股息 或者是說他的股票鼓勵比較高 但是剛剛我們所表列這四檔來講的話 其實他無論是在現金鼓勵 還是股票鼓勵來講 你綜合去換算 他其實並不是在金融股的族群裡面 他的殖利率相對高的 其實並不是 所以說我自己在存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對 譬如說我對核庫 我對玉山金 我會有興趣 但是對於這表列這幾家 是本來我們就興致 就不是這麼大 所以說即便他看壞來講的話 反而對我來講 那個不是存股的好機會 但是他可能會有做價差的機會出來 OK 你覺得這四檔本來就不是存股的表底 是做價差的 好 我們今天把這些重點 快速跟大家來這個 看看現場來賓的意見 好 馬上來看到是很多人說面板記憶體 感覺快要落底了 股價抗跌力道如何 施涵 面板記憶體呢 其實這個產業其實是蠻特別的 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他是在這一兩個月突然 一個跌深的一個反彈起來 因為都已經從高檔 可能有些從90幾塊 跌到40幾塊 有些從20幾塊 29塊 跌到剩下10塊錢 就像這個銅板股了 那這怎麼看呢 其實我自己我的感受 我是覺得說其實 這東西很像是一種轉折的訊號 因為這兩個產業是在這 這個兩年第一次 第一個第一波領跌的 也就2021年就開始在跌的產業 突然在這個地方開始怎樣 開始在足底反彈 那我自己在觀察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很特別的 剛好都是一個是在2021年 4月26號建高點 另外一個是在2021年4月12號 我舉一個是面板的代表 另外一個是記憶體的代表 我覺得這個現象呢 剛好在那邊反彈 只代表說現在可能有些人 在賭這個所謂的報價 像面板它有跟報價有關 記憶體也跟報價有關 但是我認為這兩個產業 真的是產業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跡象 也就是說 你看原本最弱勢的 開始在反彈的 但這一兩個月開始 這一兩個月在強勢反彈 這些標的 開始在跌了 所以你覺得這是可以強反彈的標的 我認為只能短線進出 但是我覺得長線來看 應該重心不會是在他們 OK 之前慘的話 現在有機會 這個是抗跌跟反彈 好 那之前強的呢 我們之前有航空工業電腦呢 現在呢 對 因為其實我剛才 剛才在講的就是在講這個 航空跟工業電腦 應該是這兩三個月 非常強勢的標的 但是最近的表現呢 可不可以看到 一週一月的排行 其實都是跌得非常淒慘的 等於說他們已經沒有在 這個沒有阻力在裡面了 工業電腦的話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已經領漲到 這些所謂的三四線的這些 這些公司啊 所以其實漲到三四線之後呢 那主流是誰 主流就是像廣機啊 或是這個鎮華電 開始早就已經做頭 最近開始跌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家要小心的一個地方 航空也是啊 之前強的反而會變歷史沙盤 對 所以這邊其實是蠻詭迷的 原本非常弱的 現在開始反彈 那這兩個月強的 你想說我去買強勢股沒錯 欸 結果你去追強勢股 這兩個月變最弱的了 OK 好 股市不變的就是什麼都在變 所以觀念一定要改變 現在情況跟去年完全不同 今年股票從一月跌到現在 很正確的 你在吃的時候 還好 沒什麼 我初次在吃的時候 上 說 我 感谢观看